下一个要寄给谁 反正你可以批示处理 只要有个清单 然后呢 你就可以一个一个跑跑跑 他就可以怎么样 全部 所以如果你每天都要寄很多封信的 那你是不是可以做一个清单 然后呢 你早上的话 或者你下班前 你就把它按下去 这样事情就搞定了 这样感觉还蛮好的 但是前提就是 你要先把这个清单给做出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我放在我们的 我记得是这一段 那我们刚刚讲的东西还没完成 就是说 那我要怎么样在这边 假设增加按钮按下去 自动跟我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所以那个程序一样 就是在这边 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那再插入一个 也许叫做什么文字的以加之类的 然后 for i 等于2到6 然后呢 把它B栏串接在一起 那串接的话 特别注意哦 也许我有一个s的变数 这边需要一个暂存的s变数 s等于send什么呢 sales的i列的B栏 先暂时把它放在那边 最后再把它输出 所以这边因为时间关系 我先把这一个 跟这应该是文字串接好了 因为这边好像又有文字串接 这个文字串接这个部分 Ctrl C 一下 那把它先贴过来 文字串接 那我今天呢 如果要把它串过来 不过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输出的话 会输出 那当然会有个问题 我这个先把它 这个Labs先删掉好了 如果我全部串接 特别注意哦 那串接的方式是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最后一列 这个应该没问题了 然后s这个变数 等于send 就是这个储存格的词 end一个什么呢 逗点 所以它会一直串一直串一直串 直到串完之后 就帮我把这个s 输出到 C栏的 B列的最下面 那这边是用B 2 去向下侦测 所以是C的6 所以输出的话 这个地方是B栏的 最下面一列 那把它输出给各位看一下 串接 执行之后的话 这个地方就输出了 但是 会多一个东西 这个 将来可能会出问题 为什么最后多一个斗点 怎么办呢 其实最后多一个斗点 那你要怎么 去把这个斗点删掉最快 其实很简单嘛 这样最快了 enter一下就好了 不过这样子 似乎好像 好像做没有完成了 所以如果说 你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那个斗点拿掉的话 就那么 就那么